哈喽同学们,我们接着来看第四这道题 一列火车通过一座长430米的大桥用了30秒 它通过一条长2180米的隧道时候 速度提高了一倍,结果只用了50秒 那么这列火车长多少米 那么这道题一眼乍看下去 貌似和刚才的第三是完全一样的吧 但是是不是完全一样 不是 不是,哪不一样 这道题速度提高了 这道题的速度发生了改变吧 而刚才在第三中速度有没有变 不变 没有,对不对 而正因为刚才在第三中通过铁路桥和通过隧道 速度是不变的吧 所以我们刚才求出12米每秒 那这个速度就是共用的速度吧 对 而如果现在列四这道题 你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你当然也能求出一个速度,对不对 但是这个速度到底是第一次的还是第二次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对不对 甚至更可怕的事情 这个速度它既不是第一次又不是第二次 第二次吧 它四不像 对不对 对 所以这道题 列四的题目 它并不能直接用列三的方法吧 嗯 但是如果怎么样就好了 速度不变 哎,非常好 虽然这个现实很残酷 但是呢 咱们有一些美好的愿望 如果这道题的速度是不变的 那我就可以用刚才列三的方法了吧 是啊 那么怎么样可以使速度不变呢 先不要焦急 先看一个例子 老师以前小时候啊 就是 哎 比较擅长于这个体育运动 那么参加这个学校里面的100米的这个比赛 那么 去了啊 熊啾啾气阳啊 啊 仇储满志 去参加这个100米的比赛 那么 跑的时候呢 我的速度是5米每秒 那么同学计算一下 老师 跑了多少秒 100除15 100除15等多少 20秒 20秒 对吧 那么非常光荣的成为了道路第一名 啊 最后一个到达这个终点的 老师觉得很羞愧 对不对 对不起大家的信任啊 所以 第二次下比赛的时候呢 老师苦练了很久 所以 依然是一个100米的跑道 但是老师的速度变成了多少呢 10米每秒 那么同学们可以计算一下 老师这次的时间是多少 100除以10 100除以10等于 10秒 10秒 那么这次呢 哎 光荣的成为了第一名啊 这个非常开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次的过程 同样都是跑一个100米的跑道吧 对 也就是什么是不变的 路程 路程是不变的吧 嗯 而你的速度变成了两倍 而时间就变成了什么 一半 一半 好了 通过这个例子 同学们对刚才的题目 有没有什么认识呢 现在是速度变成了 两倍 两倍 提高了一倍吧 就变成原来的 两倍 两倍 所以时间就应该变成原来的什么 一半 一半 那换句话说 如果速度不变的话 时间就应该不是50秒 而是多少秒 100秒 100秒 明白了没有 明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火车通过隧道时速度没有提高 那么将需要100秒通过吧 嗯 那相当于这道题就变了 首先是通过430米的大桥 用了30秒 对吧 对 然后是2180米的大桥 用了 100秒 100秒吧 嗯 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时候速度还有没有变化 没有了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30秒和100秒 差了多少秒 70秒 70秒 而都包含一个车场吧 对 所以车场没有差距 嗯 差就差在什么 桥场 桥场上 桥场差了多少 2180减去 430 430吧 所以就使用2180减430 除以什么 并不是50减30 而是 100减30 100减30吧 我一定要保证速度不变 明白了没有 明白 好 这样的话求出来火车的速度是 25米每秒 那车场怎么求呢 30秒通过的是430米的桥吧 嗯 所以用30 乘以25 乘以25 再怎么样 减430 430吧 那这样计算出来 桥场应该是320米 明白了没有 嗯 所以其实一样的 这道题虽然速度发生了改变 但是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我想它速度不变吧 嗯 那么怎么样速度不变呢 速度提高为原来的两倍 所以它的时间就变成了一半 明白了没有 明白 那看一下 我们再做很多像这种形成问题 那不光是形成问题啊 在做很多 奥数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上课会给你讲一种提醒 对不对 嗯 但是在真正考试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题目 往往会和上课讲的题目有一点差别吧 对 而正是这点差别阻碍了我们去解题 那你就要去想 怎么把你不会的提醒 没有学过的 转化成你学过的吧 而这点方法非常重要 那么希望同学们逐渐去掌握它 OK 好了 这道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稍微休息会 那我会切成功能能逐渐一下 好了 继续冬 every time